大家好,那何鷹就和大家來到第二場四強的預測 英格蘭對丹麥,大家都知道溫布萊上演 英格蘭佔有主場之利已經有好處 而且看了飛行李數,你就會知道英格蘭有多好處 丹麥由阿塞拜疆的巴虎飛過來倫敦 哇,2493里,就是四強球隊當中飛最遠 英格蘭由羅馬飛過來倫敦而已,898里 英格蘭的飛行李數只不過是丹麥的三分之一 而且丹麥對捷克的時候,其實都搏到最後 但是英格蘭對烏克蘭的時候,早就拉開了紀錄 正選球員甚至可以退下火線休息一下 英格蘭有體能優勢 去到戰術的部分,我都留意到 原來摩連盧也有對於這場賽事作出過建議 他就說,英格蘭這場賽事對丹麥不需要好像對著德國那場 就突然轉三中堅,不需要了 保持4231就可以了 理據說丹麥和德國不同 但是我就覺得摩連盧太少丹麥了 他認為丹麥和德國有什麼不同呢? 他沒有說清楚的 我猜他的理解就是德國會進攻,德國會控球 丹麥會防守營一些 我想他的理據就是如果丹麥三中堅結構 防守營甚至收縮的話 英格蘭當然是4231,主攻是最好 但問題是我們看過這麼多場賽事 丹麥由今屆的賽事第一場直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見過丹麥上半場會收縮 上半場的丹麥一定跟你壓迫 一定跟你嘗試打來回高速球 所以這場賽事我建議跟摩連盧完全相反 我認為英格蘭上半場是要先走三中堅結構 去應付上半場的來回高速球 這個比較穩妥的做法 原因除了四強始終要穩妥一點 還有另一個原因 英格蘭今屆的短傳連結速率其實不夠快 一受到丹麥上半場有體能的全場壓迫的話 其實丹麥頭20分鐘 壓迫力是很有機會能夠破壞英格蘭控球賽腳 這樣的話就真的被迫要打來回高速球 你控不住了 你控不住的節奏一定是快打快的了 英格蘭4231對著丹麥343打來回高速球 是輸了那個攻守平衡的 是有機會首先有落後的危險性 雖然丹麥今屆的賽事 滾到現在 滾到這個四強還是這樣滾下去 壓迫繼續打來回高速球 四強應該都很累 而且英格蘭今屆的賽事有體能優勢 但是343對著4231打來回高速球 4231真的很複雀 真的輸了戰術 真的輸了攻守平衡 是真的有這個戰術上很嚴重的問題 那戰術上嚴重的問題 就或許會掩蓋體能的問題 尤其是頭20分鐘 其實大家的體能優勢 就未必很明顯的 可能你會說的 丹麥始終上半場壓迫完之後 下半場怎麼都會收縮的 這個丹麥 英格蘭控球在腳就可以主攻了 下半場 英格蘭如果破到密集的話 強度是夠的話 都可能反吸回2比1 但是這一條是高風險的道路 而且還是不要忘記 還是不要掉以輕心的一件事 是要大家留意 就是如果史達寧繼續落後 緊急不拉邊的話 就未必破到密集的了 是的 現在史達寧在曼城落後 他的東西就亂了 你要看過曼城的賽事會知道 所以如果破不到密集的話 就變成打架時 甚至可能直接 就輸了 英格蘭有這樣的可能性 的確是有輸球的方法 英格蘭 那這裏就是我的預測 你如果一開始英格蘭4231 被人壓到亂了的話 先落後 跟著史達寧不拉邊 追不回來 那麼英格蘭4231的預測 就變成這樣了 要不就輸 要不就反吸 那盡在於 史達寧拉不拉邊 所以甚至要看看收夫機 可不可以拿走 心急不拉邊的史達寧 這樣 所以是非常之多不確定性 高風險 解釋了為什麼呢 我的建議就是千萬不要聽摩連盧的建議 英格蘭其實這場的賽事 是需要上半場先走過三中堅 利用攻守平衡的陣營 抵消丹麥頭二十分鐘的壓迫線 其實英格蘭有體能優勢 那如果你的戰術是OK 跟人家攻守平衡到的話 就不會落後 英格蘭就沒事了 那沒事就好很多了 對不對 那沒事就是 可以再看看英格蘭有沒有領先 如果英格蘭的進攻點 平均速度夠快 就有可能領先 整個故事就完全倒轉了 那我當了 你選來打正選 英格蘭都不是說很快 那當上半場領先不到 但其實都不要緊 去到下半場 丹麥就沒有體能優勢了 一定是收縮的了 這個時候 英格蘭就可以轉個4231 打個主攻 可能你會問 這樣其實都有點風險 如果收縮機 不會下半場轉4231的話 英格蘭就三中堅 無法主攻繼續下去 沒錯 都有這個危險性 但這個方法 輸的機會很少 你最多贏不到 但你不會輸 但是打到加時 英格蘭又有體能優勢 你不輸去到加時 你有體能優勢的話 你又有班底的優勢 你又贏後備力量 其實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搞定KO這個戰物 所以英格蘭這次 真的不要急 不需要急 大把時間KO對手 不需要上半場 跟人家4個進攻點對攻 你上半場0比0 其實走對一半 下半場轉4個進攻點 就贏1比0 轉不到的話 都可以 大家中型速度假對攻 大家速度緩慢假對攻 贏了體能 贏了班底 對方狗手必失 那你就屈肌 英格蘭呢 只要上半場不落後 贏球機會 其實都大過6成 至於角球方面 上半場打來回高速球 就沒有什麼角球 下半場攻防戰 不過丹麥有5個後衛 英格蘭就不容易落底線 所以角球今場的賽事 應該就不會非常之多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就繼續下去 我們看看決賽如何預測 拜拜